你是打封闭坚持出场 这就意味着 C罗用赌上他职业生涯的举动 为国家争取荣誉 那一年 他才29岁 正持最巅峰 14年之前 他是无所不能的金边罗 顶地球世界波 加速过人进手面来 但是在布卡卡 张继科 麦迪等职业运动员 都是因为打完封闭之后 状态严重下滑 只不过 C罗的自律拯救了他 这也是他始终能够保持 盯峰状态的重要原因 然而 打上新的C罗的国家 甘愿牺牲自己的他 却在今年的世界杯 被无情抛弃 在踢补机上 壮之未愁 眼睁睁地 看着葡萄牙出去 还成为球妹们口中的累赘 但谁又知道 八年前的C罗 抱着一遇坠的国家队 他迎来了葡萄牙足球的黎明 却在春天到来之际 轰然倒下 等来的 只有一声哀叹